以下節目內容 請由奴才培童主旨收看 我覺得如果在五個詩中 角色是拿很高分 不過如何令高分變更高分呢 其實這是一個考驗 可能你的頭髮的顏色、衣服 以及Guccia真的很搭配 很牽涉、很記憶 作為模特兒 有時候多變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希望你將來可以再發掘 多一點他的不同的路線 令他成為一隻百變的鬆絲 拍攝那天你太注重 如何控制他 忽略了自己拍照的表現 可以增加多一點這方面的交流互動 我覺得Jaren暫時 在這麼多位參賽者當中 你比較拘近一點 但如果我們繼續下去這個比賽 可能還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其實我們也希望會多看一些 你和狗狗如何在這個過程中 會有更多東西讓我們看到 好, 看多一點 Bibi, 加油 加油, 加油 你那邊 其實我覺得薯餅不用太多激烈 不用給食物吸引他也行 這個也有 薯餅的表現是我也挺滿意的 而且我也挺氣出望的 因為當然之前我一向 由他在拍攝到見到他的時候 都覺得這隻小狗, 我很喜歡他 也很擔心他的太陽能電池 好像完全圓圓不絕的電 但薯餅今天的表現很好 他有不同的表情 有些表情令我覺得他有很多可能性 他不只是一隻普通的立場狗 他可以做到陽光活力 做到高級的東西 甚至一些很入屋的東西都做到 今天他表現得很好 因為他剛拍照也很穩定 而且沒想過會在鏡頭前面 他會不會和我這麼親密 因為平時這是我們私底下的東西 就要放在鏡頭前面 平時有些小狗, 你看見他笑 通常會張開嘴巴和伸出鼻子 但薯餅好像微笑 對… 但我很喜歡你那張合照 我看到你那張合照 另外馬上就挖心眼睛 馬上加了很多分 很創作 這張是你形容它為吃熱狗嗎?Jimmy 對, 像在吃熱狗一樣 薯餅很配合地 他很傻眼看著鏡頭 很配合 這是什麼? 他表情多, 動作多 還有他擺什麼姿勢 他都可以擺到 很快就很順利地完成拍攝 恭喜薯餅和Jimmy 可以晉級十二強 謝謝 不, 站住… 好像很棒 站住… 還不錯, 煮人混 你表情… 我… 還不錯, 70分 但Jimmy, 我覺得他80分、90分都有 我相信你會很快 因為很多張都很漂亮 很有趣, 我也覺得很漂亮 很有趣 這張好一點…這張好一點 這張是新的, 也很有趣 也很有趣 這張要擺大眼就不漂亮 你去看看自己的表情 對, 我肉欠, 我自己覺得很噁心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張合照 因為我覺得韋自己本身也很生鬼 當日你給了我當時很驚訝 因為Jerry年紀比較大 我覺得他未必會很適合對著鏡頭這麼久 但你是很遷就著他 很多人給你了很多關心、注意 到最後你選擇的那一刻 你寧願選一張他比較漂亮的照片 這是我們看到的地方 好,在這裡恭喜Jeremy和阿偉 晉級成為我們的超目十二強 大志龍,不要掛著臉 八卦,你掛著看後面 他的臉要扭曲一點 他摸得太高,這樣… 這樣吧,拍了比較奇怪 來吧,好像打他一槌 按摸他的臉,摸完按摸他的臉 是嗎? 攝影師哥哥也給了我很多意見 所以過程挺愉快 他基本上前面有玩具,有食物 他很開心 如果他不開心,他不會笑 剛才拍了一張照片,他都笑了 所以我知道他一定很開心 我記得炭治郎 如果只說他自己的獨照 我們看過一輯照 炭治郎最神奇的是每一張照片 他對鏡頭都很敏感 他的笑容是完美的 其實這張合照給我的感覺 就是阿米蘇和炭治郎的默契很強 有關聯繫,有關聯繫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溫馨的畫面 我選了那張照片 就是我趴在那裡,他踩著我 這張照片我覺得完全能表現到 我閉上眼睛看不到他 而他也踩著我,看不到我 而我很信任他會擺放一個很漂亮的姿勢 而他也很信任我不會離開 我成為了一個舞台 讓他表演他自己 所以這張照片我覺得很有訊息 在裡面 好,12強的席位已經宣佈了八位 剩下的八位預備 只剩下二分之一的機會可以進行 這時候我們先看看其中四位的表現 先看看第一位 好,第一位是Color Color官方照的效果不錯 其實表情也很重要 我們再看看下一位 Bubu… 我覺得Bubu挺常用的 是的 Bubu,我記得當時在現場的時候 他有很多不同的表現 好,下一位呢 我想看下一位 Garry… Garry是… 很銳利,很有明顯照 但可能… 像一個Bichon 對… 但可能他就困在自己的溫馨範圍 要有更多的特殊 好,再看看第四位 好,MayMay MayMay MayMay本身一張照片 因為他太獨特的模式 所以他一出來應該是很眼鏡 對… 他自己也好像懂得擺姿勢 Kala… 你坐好 Kala,你再帶你GG,原來GG GG,很蠢蠢 GG… 拍照照時,我覺得有一點進來空間 首先就是… 因為Kala那時候還沒放夠電 所以他的動作比較多 所以這一方面我下次會做得更好 會帶他放電,再一起拍 其實那張跟主人的黑照 我挺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超池挺有趣 做了一些笑容的臉 跟Color出來, 亦很配合 但其實我略嫌 我略嫌這張照片 Color的眼神 其實是否不像鏡頭看著鏡頭 有一點偏移了 當然我記得你有很多張照片 我當超池來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心裡有很驚喜 那天其實有三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我跟牠很可愛 但因為我知道這是一個比賽 可愛的小動物已經很多了 我覺得未必能夠突出牠的個性 但這張照片雖然有點失焦 但正正指揮到牠的那種 有點囂張, 任性, 目中無人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比較呈現我跟牠之間的關係 以及牠自己的個性 寶寶, 不要… 對, 牠不坐, 拍照 坐就靜一點點, 知道 之前一直想跟牠在工作室一起拍照 但想想, 覺得牠應該很難應付 所以沒有行動 這次可以給了一個機會 我跟Bububu有一個很美好的合照 老實說, 16位超無預備生 當然有些很快已經入座的狀態 也很快會找到… 可能Tom或我們現場覺得 這張照片可以馬上曬出來 放在那邊 Bubu相對比較慢一點 可能第一次… 緊張 第一次登到一個台 是比較緊張的 所以會慢一點進入這個狀態 大家都緊張 是 但如果用我們那五個C 我直接說 五個C裡面可能是 性格、信誠和勇氣 我覺得Bububu還有可以進步 進步吧, 當然 先按鏡頭 對, 先按鏡頭 來… 不夠她, 瘋狂 很瘋狂 對, 你看… 這張我們很喜歡 不過最需要無眼 這張, 前一張, 你看, 很有趣 但你可能…你明白嗎? 你可能好像她這樣放鬆一點 我覺得她們叫我突破 做一些平時不會做的樣子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嘗試 Mihou這張照片我覺得很漂亮 無論是人和預備生 兩個都很漂亮 但我覺得有一種感覺 就是一個很美女的模特兒 和一隻很美的狗狗模特兒 拍了一張照片 我看不到 原來她們兩個是主人和狗狗的關係 中間的結合, 那個結合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再有更多 而且就算我們平時接觸的時候 我會覺得 如果將來能夠繼續看到 你在這個比賽中的話 我會希望看到更多你跟她的個性 出來了 我覺得你怎樣可以讓觀眾看到 你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那樣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節目除了是狗狗 可以學習之外 其實各位媽媽也應該可以學習一下 這張, 你經常弄壞點 如果有輕輕地按摩她的頭 用力 對, 看她的樣子會怎樣 在旁邊… 你有沒有試過真的插著手進去 插著她的頭 有的, 當然要麻煩她們再說 在那天攝影師拍完照片 我挑選照片的時候 我挑選了那張 我覺得我跟Gary那張挺有魅力 而且顯得挺有自信 這張照片裡 雖然我覺得主人和狗很合格 是的 表情、動作, 所有東西很和諧 我記得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叫你, 你試試抄一下 Gary, 為什麼你不肯呢 你也知道比鴻的頭是她們的標誌 是 色力牆 但是你弄得很亂 人家怎麼會認得這隻是比鴻呢 包袱其實在我身上 你看到我經常拿一包梳梳梳 因為她一撞了頭, 也要按摩扁了 變成她就不漂亮了 在我心目中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進級 你幫她想過一個新的造型 你會想幫她自然什麼造型呢 你會想她… 你願意改變她嗎? 我…我不是很願意的 首先, 你跟我說我要突破自己的勇氣 哪一方面要突破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說 可能剪Gary一個心形頭 一個正方形的頭 那你們是唯一覺得 我要做這件事才有勇氣呢? 我其實反而是有擔心 外界的反應會不會比我更加激烈 好, 那我們就看完這四位預備 他們的作品 對 其實這四位內只有三位可以進級 先問了蕭池 如果你選擇, 四位內有一個不能進級的 你覺得是誰? 我覺得可能是自己的 因為我自己也很期待 看到比鴻的不同的變化 例如是深形頭, 星形頭 但我很希望牠的媽媽也很願意 讓牠有更多變化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小動物 牠也很期待看到自己的不同的可塑性 始終牠們長出來是這個樣子 牠們未必想一輩子都是這個樣子 我想我還是選擇比鴻 因為牠也是白色狗 跟布布撞了外形 所以… 撞了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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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可愛的 但其實布布不只是可愛的 你看看牠剛才的照片 也有狂野的樣子 可能我們也慢熱 不過我們會努力 對不起, 卡拉 所以你會選卡拉 所以你會選卡拉 我選卡拉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個人喜好 我喜歡球球和白色狗 是… 如果我一定要選, 我唯有選卡拉 卡拉的顏色跟牠比較相似 我會選顏色 因為期待看到主人跟牠更多的互動 有時看到卡拉自己一個… 媽媽又不在身邊, 其實牠也很害怕 而且第一天有時看到牠自己困在籠裡 很可憐 Milk剛才提到的事件 其實當日很多人… 現場工作人員大家都會看到 就是卡拉自己在那個位置裡很久 都少了一些照顧 你有什麼想說 雖然牠在籠裡, 但牠在籠裡的空間 全部都是屬於牠的 其實牠會比在我身邊 牠只能在我方圓幾十厘米的空間行走 所以我知道牠是一個很喜歡自由的小朋友 我會希望在我可行的空間裡 盡量給牠多一點的自由 我覺得卡拉跟主人的關係最初要改善 因為我這樣眨眼看 其實跟牠的互動真的不夠 無論是參賽者或是我們 都會看到牠可能會放在旁邊 或者是沒什麼理會牠 牠可能會給牠一個自由 不過不抱著牠 不代表放在籠裡是一個自由 這就是兩件事 好 好, 緊張… 殘忍的時間來了 沒錯, 殘忍的時間來了 我們面前有四位超毛預備生 當中有一位不能夠晉級成為十二強 今天要提早畢業 不能夠晉級的預備生是… 是卡拉和超詞 我們也給點掌聲卡拉和超詞 在這個比賽中 雖然在十二強就止步 但是我相信我的得著是超越到這麼多人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善於反思 以及很喜歡反思的人 人生其實沒有什麼是真正屬於自己 或者可以帶走 唯有一樣東西就是記憶 在這一場的記憶裡 卡拉擁有過她的朋友 擁有過自己的畫像 只要她成為了記憶 也會是我們人生最美好的得著 十二個名額已經確定了十幾個 還有誰可以晉級呢? 對於我和圓圓來說 我覺得也是一個挺大的突破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試過拍 類似這些攝影師照片 剛才攝影師哥哥說他太緊張 然後就叫我看看 能否讓他跑步更興奮 因為他拍照 拍得太繃緊,他的情緒 他就有點中眼睡 我覺得圓圓的個人照片 也不太吸引我 我覺得他比較吸引我 反而是他們的合照 他這個給我很有愛的感覺 我反而是很想讚賞你 因為你們平時比較內向 未必夠膽去參加比賽 但你踏出了這個步 帶著圓圓來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經驗是你們一輩子的 我想我之前也說過 我也沒有預期過會換到圍 畢竟他作為一種運種狗心之年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運了什麼品種 可能他的樣子也不是很吐氣 今天的結果是怎樣 我們也會很開心接受 他也會很開心 他不是很興奮的狗 他覺得自己也不是很漂亮 但他也沒想過自己會參加這個比賽 但因為圓圓而踏出了這一步 他也因為圓圓而踏出了他的溝通歌曲 我看到這個感情真的很難得 我跟Shelby的造型是比較強烈的 閉眼看,沒有其他參賽者和狗狗 有我們這麼帥 沒有這麼有個性 雖然她是女生 但她戴著那條粗的金鏈 是很帥氣、很有個性的一件事 我很喜歡表弟幫他準備眼鏡 之前在雪崩壁時 我覺得你們好像陽光 很能加藍鞋 但現在戴著眼鏡 又好像有點壞男的感覺給我 表弟,你的性格比較內斂 雖然我們這個超級無敵而大賽 我看到有時候 Shelby也會想去探索很多東西 她可以更明顯、更陽光 甚至我自己希望 如果Shelby能夠令表弟更明顯、更陽光 就算是 região了,其實是非常訪問 但有時候可能應該是 還未看到的片段 但其實她我們很準備好 寶? 我覺得我和寶寶認公放照 最難打顯的是那天 Says 我們兩個喇叭 他是會爬在我背部拍照 他顯得我們倆是很親和搞笑的性格 這張照片很有主人和舅舅之間的愛 對 我很記得你在寶寶拍攝單狗照片 你不斷會說,兒子真的很英俊 我感覺到你對他那份愛 選照片時,你是第一個好條件反射的動作 就是這張,這張我兒子漂亮,這張我兒子不漂亮 你完全沒有想過自己 這張我真是非常驚訝 我兒子真的很英俊,寶寶 你看看,這張沒有了一邊 沒有了,好像這張我兒子比較漂亮 剛剛我選的那張 這張我兒子夠不夠英俊 今天來說,我還是想說寶寶 因為寶寶剛才在拍攝的時候 開始時很擔心他會中暑 因為其實狗狗中暑也可以很大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 我們也有問Gloria 究竟你覺得可不可以繼續 可不可以埋位 他就跟我們說 我覺得可以的,來到這裡 我也想讓寶寶繼續參與 所以在最後的時候 我加了很多分給他們 我覺得我很希望寶寶可以繼續進級 因為我只是看到他人和狗的關係 真的很密切 而且你看到Gloria真的很疼愛那隻狗 很難看 Mochi,她的性格很活潑 經常坐不定,要動來動去 比較深刻的位置 就是Mochi真的在那張桌子上跳下來 不要…我沒事 在這張桌子上… 幸好有孤準 那天拍攝的時候 我記得印象是最後出場 我記得他花費的時間也比較多 因為他的定力差一點 專注定力方面可以加強一點 對,例如拍照 要他站在桌子上定在這裡這麼久 其實真的是第一次 我也覺得有些… 其實現在讓他玩一下 可能就可以了 對 有些要顧著他的時候 可能顧不到自己 可能我跟他合照 我顧到他的樣子 又顧不到自己的樣子 也會有一點難度 他們有些狗 其實有好幾種行為 是會不集中的 有些太容易受外界影響 有些可能太擔心 可能太擔心 他可能就像我這樣說 要去多些不同的地方去見識 去對的地方 令他會學會如何面對 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刺激 那受人影響大部分 我覺得應該都是受一些狗 其他狗的影響 平時可能去公園 可能未必放繩 或者可能很少有不同的狗的朋友 這些可能會很影響到他的表現 我很相信他們能夠做到你們的 囝囝女女 他們一定很羨慕 有一個這麼好的爸爸媽媽 但始終這是一個比賽 我們總之只能有一位可以晉級 來到這個階段 你們有甚麼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剛才說的 都是我想說的 我想我要自己冷靜一下 讓他們說 好的 第一次參加這些類型 或者上鏡 本身的人可能比較內容 也是一個幾乎的經歷 我有時候也想學一下 可能怎樣可以社交一點 無論晉級與否 我覺得對我、對Shelvie 都是一個好的經歷 還有一個成長的過程 這次我很深刻 寶寶這麼小 一隻天生有問題 這麼多問題的狗 可以走到這步 我覺得我真的很誇張 我覺得這是一個真人表演 好好地表演出來 就是真的養了狗 有機會可能像Mochi 帶牠出去餐廳會廢 雖然我覺得自己還未做到100分 但我覺得也可以展示給大家 其實原來你的狗有這種情況 其實你也可以面對到 以及給你的狗耐性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我覺得就算現在離開 也是開心的 好 殘忍的時間 沒錯 超無12強 最後一個席位 Shelby和表弟 其實想贏的決心 我一向都有 剛剛到最後 我是最後一輪 其實我也有想過 我會不會自己 之前做得什麼不好 所以希望我以下下來的每一回合 不管我走好不走好 我也不後悔 儘量讓自己和Shelby 我其實很開心 我甚至乎有跟她們說 我真的很想早點走 我寶寶剛剛差不多中暑 她的腿已經去到紫色 我是怕她會更不舒服 比贏不贏的比賽 我覺得是失望的 因為我覺得Mochi 雖然她表現不太好 但她其實也正在進步 我覺得她真的少了 以及已經開始定了我 因為她也習慣了其他狗狗 跟其他狗狗也很友善 我自己跟其他參賽者 也覺得熟了 不能跟她們一起玩 也覺得有點失望 我覺得其實來參加也很榮幸 雖然現在結束了 是有點可惜的 雖然可能在評判的準則裡 我們可能差一點 還未能進入下一級 但我也很開心 贏了跟大家的友誼 超武十二強誕生 恭喜你們 但是接下來的競爭 只會越來越激烈 加油 其實這裡也有個好消息 要跟大家宣布 冠軍有機會 獨得價值超過二十五萬的 獎金獎品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 其中的一份獎品是什麼 這次比賽的冠軍 有機會得到 由Pet Holidays寵物假期送出 價值超過二十三萬的 日本關東人寵私人飛機旅行套票 為何我不是參賽者 各位是否立即電意激亡 不過我想說 其實旅行界的副責人Fanny 今天就來到現場 就在那邊 你好,Fanny 你好 謝謝Fanny 謝謝 好,十二位進超武 歡迎來到下一步 走吧… 十二強首先接受三堂 超武訓練班 我明天想成功 我現在有這一步 還不來 這是